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注册啊 这一块的功能啊 这一块的功能呢 我们就相当于注册激活啊 都给他做完了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登录 你用户注册完激活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进行这个登录啊 那么这个登录的话 我们首先先去到 我们的这个登录页面啊 先访问一下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 U的 里面有个 login对吧 这个登录页面啊 那你看到这个登录页面呢 它的样式呢 也不起作用 我们要改一下这个 页面啊 看到这里面 对吧 把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还是去 load我们的 steady个 fires啊 然后在这里面 steady个 Icss下面呢 reset.cs 是吧 然后再往下呢 在这个 Icss下面呢 慢点css 对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图片啊 图片 steady个 然后呢 images下面的 logo 02啊 OK 这是它 那么下面呢 它就没有这个文件了啊 我们再一次的去访问我们这个页面 对吧 访问这个页面 好 回事 那么在这里面啊 这里面你敲这个地址的时候 它是显示这个登录页面 对吧 你在这边输入用户名书 密码 然后 点击登录 是不是要完成登录 对吧 那么其实呢 我们这个登录呢 也对应着两个过程啊 一个呢 是显示页面 另外呢 一个是登录 对吧 remember啊 OK 那么除此之外啊 下面就没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设置一下这个表单 它的提交方式啊 farm 然后matter的等于我们的post 对吧 然后后面还应该有个对应的action 那么这个action 我不写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什么东西啊 它什么东西 我们不写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找到这边啊 直接输入这个 用户密码啊 用户密码 比如在这里面啊 出这个 smart 然后呢 出这个123 刷新一下啊 对啊 刷新一下啊 没有刷新 然后呢 smart 我看一下这个token 加没加 没加啊 我得把它加一下啊 csftoken啊 然后 再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啊 刷新 然后呢 输入这个用户名 再输入这个密码 好 点击 登录 哎 你看一下 访问哪个地址 哎 对吧 其实呢 还是访问这个地址啊 还是访问地址 你注意 比如说我在后面加一个a等1 哎 你看我输入这个东西啊 然后点击登录 是访问哪个地址 是不是 还是这个地址 对吧 你注意啊 在这个东西上面呢 你这个表单里面 你如果不加这个action啊 他默认 你点击提交表单的时候 他是访问哪个地址呢 你浏览器里面是哪一个地址 他就访问 哪一个地址啊 OK 那么我们访问这个登录页面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地址呢 就是这个 就是login 对吧 所以呢 我就不在这边呢 再去写这个action啊 然后 这个post的时候呢 他对应到我们这个类似图里面呢 他就应该在里面呢 去定一个post的方法 对吧 post的成员方法 self写上一个request啊 好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是进行这个登录的处理啊 登录教研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边 登录的教研 登录教研啊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还是一样的啊 跟我们注册一样 接收数据啊 都是这个套路啊 接收数据 如果发数据你就接数据 接收完之后呢 教研 哎 数据 哎对吧 教研完之后 下面呢 进行这个业务 处理 哎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登录教研 对吧 哎 就是登录教研 好 最后呢 你可以呢 去返回一个 应答啊 这样的一整个过程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接收数据 对吧 接收完数据 那么我们先接两个最关键的啊 一个呢 是这个 用户名 一个是这个 密码 哎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应该去接收这两个啊 直接是request.post.g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user name啊 你注意他这个名字呢 叫做user 下话 哎 user name啊 没有下话 对吧 好 直接 哎 在这里面呢 写上一个user name啊 然后密码 哎 他是 word 哎 等于request.post.g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pwd 我们接完这两个 对吧 接完这两个之后 我们还是要教研一下 它合法性 那我就判断这两个呢 是不是都传了 哎 not 啊 然后呢 写上这个 有的name和这个pw 哎 password啊 password OK 那么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数据呢 不完整 直接rechar一个rend 啊 request 然后呢 写上一个login.itml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error manage啊 告诉他 哎 这个数据 不完整啊 数据不完整 OK 那么这是他 好 我们在这边简单 我们就教研一下合法性啊 教研完之后呢 下面我进行登录的教研 登录教研 我应该怎么教研 哎 其实呢 是不是根据这个用户密码去查一下 那么我们普通来查的话 其实呢 你就应该是u的点 object.get 对吧 然后呢 u的name 等于u的name啊 password等于我们的password啊 然后呢 看一下查到查不到 对吧 如果查到说明这个用户密码是对的 对吧 如果查不到 报错的话 就说明没有这个用户密码呢 是错误的啊 那么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说 我们使用的是将过的内置系统 对吧 将过内置的认证系统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不这样写 点开他的这个将过的认证系统 上面呢 是这个创电用户 然后呢 再往下呢 你注意 再往下看到这里面 认证u的 对吧 我们前天呢 特意给大家提到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他给你写好的函数干嘛呢 认证一组给定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是否正确啊 你看到 如果这个用户名 这个密码呢 他俩正确的话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对应的 优的对象 如果无效的话 对吧 给你返回一个 那 给你返回应道 那么他怎么用呢 他在这边是不是告诉你怎么用了 看到没有 那么 这下面有一个例子啊 告诉你怎么用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把这个东西呢 给他 拿过来 放在我们这边 你直接呢 进行一个认证 那么这个认证这个函数呢 他就在我们的 Jungle.Contrable.O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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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e 这个 哎 这个方法啊 那么我们要把它呢 导入过来 所以呢 我把它放到 上面去啊 放到上面去 哎 导入这个认证函数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看一下这个 代码 在这里面 首先 你看到这里面干嘛的啊 第一个参数是吧 调用这个函数 是不是首先传入这个用户名 把UnaName等于我们的UnaName啊 然后Password呢 就等于我们的 Password啊 那你看一下 我们实际 我们说 创建这个用户的时候 那么密码呢 是不是实际加密了 对吧 哎 他对比的时候 他肯定是把这个密码 是不是加密之后再对比 对吧 所以这里面 他在这里面就帮你做了 我们不需要去关注啊 我们只要关注的 如果他返回的是No的话 那么代表呢 这个用户名密码呢 是 错的啊 就是对应着我们的 Else这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这里面就告 写上一个用户名 或密码 错误 哎 直接我就在这里面 return一个 rendor request 哎 写谁呢 login.ntml 对吧 还是让你写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 我给你 给你传一个错误信息 error message啊 在这里面写一个 用户名 或密码 哎 错误 对吧 哎 用户密码 错误啊 那么 否则 代表呢 这个东西呢 用户名 密码 正确 对吧 哎 用户名 密码 正确 好 那正确的话 下面我们干嘛呢 你看到这里又判断了啊 如果这个user executive 为真的话 代表这个用户 以激活 对吧 哎 用户啊 以 激活 哎 否则这里面就代表这个用户呢 没有激活啊 没有激活 我们是没有激活的处理啊 用户 未激活啊 未激活 哎 我就可以再给你返回一个错误消息 return一个 rendor 哎 然后呢 写上这个 request login.ntml 对吧 error message啊 然后写上一个error message啊 然后呢 请激活您的账户啊 哎 账户未激活 我就直接写一个啊 账户未激活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样几个判断 对吧 当用户激活之后 我们下面呢 就正常做我们的处理啊 经常做我们的处理 那我们给大家说过啊 就是我们激活之后呢 有些页面 我们是需要用户登录之后 才能访问的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用户名密码之后呢 我需要呢 去记录这个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哎 在这里面你需要呢 去记录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那个模拟登录案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自己写了一个session 是吧 哎 自己在session里面加了一个东西 代表用户呢 已经登录了啊 但是还是说这个将过的内置生争系统里面 继续往下看他的这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你 往下看啊 我们给大家看过这个函数 如何登录一个 用户 那么你看到他的解释啊 如果你认证了一个用户 对吧 你想把它附加到这个绘画中 也就是我们的session里面 你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这个 login这个函数实现啊 那么login这个函数呢 他有一个先远的介绍 login使用将过的session框架 将用户的ID保存在session中 是不是 哎 他保存在session中就说明你这个用户呢 登录了啊 然后呢 你看下面 他下面是不是还是给你演示的 怎么去配合使用这个 authentic和login 对吧 你看到是不是在里面判断之后 要保存这个用户登录状态 我直接调这个login函数 对吧 传入两参数 一个是传request 一个是传这个 优的啊 所以我们这边 你就可以呢 按照他这边写 这个方法呢 也在我们的这个 模块里面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 导入过来啊 导入过来 就是在上面 也是从这个 模块里面 哎 那么在这里面 导入我们的 login 这个函数 然后呢 在这里面 记录登录状态 就是login 然后呢 传入request 再传入这个 优的啊 就是他给你返回这个对象 对吧 哎 这样的话 记录登录状态 记录登录状态 之后呢 哎 我呢 就可以给他实现一个页面的 跳转啊 跳转到 首页啊 跳转到首页啊 跳转首页啊 哎 直接呢 是 return redirect 对吧 对吧 那显然个 revised 哎 goes mah index啊 实现页面的一个跳转 你像下面这个应答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就做了 我就把这个拿掉了啊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过程啊 接完之后 教验 教验完之后呢 要用order kit 去验证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 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哎 告诉他什么错误 哎 如果对的话 再去教验这个账户呢 有没有被激活啊 如果没有被激活 告诉他没有被激活啊 如果激活的话 记录这个用户的登录状态 然后呢 跳转到这个首页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这个错误的信息呢 我们既然传给他了 对吧 我们就在我们这个 login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显示啊 那你注意他这个 login form 他写在一个DIV里面 你如果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他有一些内容的超出之后 他不显示啊 那么你怎么呢 我们就放在这下面啊 Error Message啊 ErrorMessage啊 好 那么假如说 我就放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边 找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在这里面呢 点击 刷新 哎 比如说我出这个smart啊 我出刚刚我注册的时期啊 12对吧 12呢 应该是没激活的啊 OK 哎 看到下面没有 看到没有 账户未激活 对吧 那么我们有一个激活的啊 就写上一个smart啊 哎 我激活的是这个 9 哎 应该是89啊 试一下啊 也没激活 我记得我激活了一个啊 OK 是不是这个 对吧 这个8激活了 我们一点击 哎 他就跳染到这个首页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注册 他的一个流程啊 他的一个流程啊 NJ在我们这边啊 在我们这边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登录之后啊 登录之后 他的一个登录教验的一个流程啊 一个流程 我们这边的流程啊 我记得他在那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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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